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阿清在印尼连栏哦 听当地人说 现在是初榴莲的季节 正好可以试一试 这边的榴莲像我们马来西亚榴莲一样 自然在树上熟了才掉下来的 而且是按个卖 一个是5万亿尼顿 相当于14块多马币 据当地人说 他们这边还有用三轮车卖榴莲 今天在这家咖啡店喝咖啡正好遇到 顺便尝一尝 小 usar även鸡的水 没有凉燥在面前 没有凉燥 你一口昨天都没放草 你五個早uz 朋友m 腓他的股ятся 他要お願い 好吧 是ntz 很不错 还行哦 好 好 漂亮 漂亮 我就吃了 好 一種是白肉的 一種是比較滑肉的 这个比较甜 这个比较苦的呢 他说这个比较苦 这个比较苦 不懂 好吧 你看这个是比较黄肉的 听说是比较 会有一点苦 我们来试一下先 但是吃起来是没有苦的 不知道是 他说是有巴依的 但是没有 很甜甜的 很绵 味道呢 挺香浓的 肉呢 是很细腻哦 这绑肉榴莲呢 肉质细腻饱满 香味浓 比较干 味道不错 这是白肉的 尝试一下啊 但是 听叔叔说呢 这个白肉呢 是苦的 一般上是苦的 也是甜的啊 跟我们马来西亚吃的那个 土种的榴莲有点相似 就是没有吃到那个 那种苦味啊 苦味吃的 我会比较喜欢吃苦的 白肉榴莲呢 比较湿 好像是昨天掉落的 总体上都行 这两粒榴莲呢 开每一包都有榴莲肉 说值呢 还是挺值的 可惜没有吃到口味榴莲 明天继续再吃榴莲 好了 今天啊 请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 我做到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